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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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找到那個 所謂這個index theorem 這個是我們這個學習最後一個 一個大題目 那我上次講過這個定理很奇怪 就是說那個 那個不同的版本 至少有一打這樣子 所以那個 非常有趣的定理 OK 那我們能夠講到 是講一些比較簡單的例子 所以一個是這個polyacetylene裡面 就是這個定理變成什麼樣子 另外一個是這個 那個二維的這個graphine OK 那這裡面 還看不出它的這個重要性 不過 不過反正是一個introduction 就是這個index theorem到底在講什麼東西呢 可以給各位一個flavor這樣的一個 聞一聞這個味道這樣 OK 所以我們稍微這個回憶一下 上次的話 我們考慮就是說 這個一個diamond的拉體 就是說這個碳跟碳之間呢 譬如說這個是比較 這兩個比較靠近這樣子 OK 變成這個 化學上來講 就變成一個 相對一個 對應一個單件 然後這邊是雙件 這個雙件這個單件 這個雙件這樣 OK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在這種狀態度下 那個 我們可以考慮兩組的這個lattice 一個叫A這樣 A sublattice 一個叫B sublattice OK 這很奇怪 這個一分的話 那個 我們談到一些定理 你就跟那個高人物理裡面 一些什麼kylosymmetry 對啦 有關係這樣子 OK 所以把它分成這個兩部分以後 我們現在考慮了一個 有一個 我把這個v-function 整個v-function寫成兩部分 一個是這個 even side上面的 一個是r-side上面這樣子 OK 就是一個是A sublattice 一個是B sublattice這樣子 OK OK 那哪一個是 even哪一個是r的 我這邊還沒有弄清楚 不過 那我們看看這邊 好 OK 那就是在這個A sublattice的話 因為它是translational invariant 就是這個跟這個是等價的 所以我們可以考慮一個平面波 OK 這個movementin是k這樣子 OK 那同樣的在這個v-sublattice 它也是形成一個平面波這樣子 但是兩個怎麼接在一起 當然就是要帶進去這個 這個sionine equation OK the tight binding model tight binding這個harmittonic OK 不過我們把這個 這個兩個當作這個g basis set OK 所以變成有兩個basis OK 那這個相互之間這個係數 就是我們要錯的 OK 所以我把這個aapply到這個東西上去的話 OK 那這個n1呢 就跑到這個n1加1 跟n1-1這樣子 OK 那 那我這邊n1加1的話 變成有-t1 OK 所以這個的話 好像是好像 好像應該是a 我這邊再畫一個好了 OK 所以這個是b OK 這個是dn個 OK 就dn個 OK 這個 好 用這邊好了 這個dn個 OK dn個 我們把這個東西從n變到n加1的話 n變到n加1的話 是 對不對 那應該這個是n這樣子 OK 這個是n OK 這就是harmittonic 把這個n變到這個n加1這樣子 OK 然後這個 這個amperature 是-t1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 這個n這應該是even OK 所以這個是譬如說是0 然後1 2 3這樣 OK 那另外一個是n-1 n-1的話就跑到這裡 OK 那這個是-t2這樣子 OK 那這樣子 這個式子就對了 然後的話 OK 然後我們把這個跟這個再乘在一起 這個係是把它拿開來 OK 然後 然後這個乘這個的話 跟原來這個definition 真的變成n1是even的話 那n1加1當然是r的 OK 那這個東西的話 乘上這個地方 要是把這個n1加1的話 那這個乘起來呢 就是等於psi b嘛 所以我為了那個n1 把這個東西加一個1 然後再減掉一個1這樣子 那減掉1的部分就是 跑出這個東西出來 OK 同理這個你也可以整理一下子 OK 那它也是一樣 變成這個psi b這樣子 OK 所以整個來講的話 就是整個係斯呢 OK 就是這樣子 OK 換句話說 這個 這個h sandwidth between這個psi b 然後跟psi a呢 OK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東西這樣子 OK 那這個東西當然是一個2乘2矩正的這個 of diagonal element 然後這個是它的這個conjugation這樣子 OK 所以你要這個對角化的話 把這個跟這個乘起來 然後起平方根就是 所以乘起來就是這個東西 OK 那這個就是上次我們講這個dispersion OK OK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 我再manion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系統裡面有一個 就叫做conjugation symmetry 就是說你給我一個state 認定一個state eigenstate OK 這個psi的話 OK 它是psi n 這個係數乘上這個state OK 上過所有n這樣子 OK 那假設這個東西是一個eigenstate OK 那我把它那個係數呢 拿來改一下子 OK 把它這個係數呢 乘以負一的n次方這樣子 OK OK 那你可以很簡單地證明 OK 這個 這個心的能量 這個psi prime OK 對應的這個能量 就是等於n的這個negative OK 所以的話就是說 我們解釋這個 不管我們解釋什麼樣的這個configuration 這個跟t1t2沒有什麼關係的 你甚至這個t1t1t3 什麼 什麼你自己去定都可以 OK 所以這個是非常這個 非常generate的一個定理 OK 只要你這個hametoin 就是 是 是這種hopping 就是從一個hub到另外一個這樣子 OK 不能有onsite 你有onsite energy的話 這個定理就不成為 但是這個 我們考慮的hametoin很特別 就是說它都是從一個site 然後hub到另外一個site 這樣子 沒有這個onsite energy OK 那這個hub一個你可以變的 但是這個onsite energy 都是一樣的 都是0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證明這個東西就成立了 OK 所以就是我們對角化以後 那我們得到這個 這個 這個 energy spectrum 一定是這樣子 這個 這個是0 然後這個譬如說 這邊有一個能界的話 那下面就是有一個對應的這個能界 這樣子 是上下對稱這樣子 OK 那所以譬如說 特別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現在有一個 有一條lane 譬如說它現在是1001個 OK 那這樣子的話 你那也能夠了解 就是說因為不等於0就是成對 OK 唯一不成對的可能不成就是0 所以如果我這個lane的長度是1001個的話 那表示說這個 這個 OK 這個0mol 這個叫0mol 就是non-degenerate OK OK 然後呢 待會兒我們會再證明就是說 那個0mol 它的微方形我把它畫出來 事實上都是集中在這個 集中在這個 我把這個label一下 譬如說我這個鏈是長度是11個碳這樣子 OK 那我先跟你講 就是說這個 你如果去看這個東西的這個 amplitude OK 每一個碳呢 這個是psi n OK 畫出來是這樣 就是說它是正負 對不起 正 First of all它是 它只有在這個r side裡有 就是說1 3 5 7 9 11 那在even side呢 它就0 這個 這個 這個0mol很特別 就是說它在這個 我們的a sublattice是怎麼樣 a sublattice是0 r的是b b開始嘛 OK 所以我引用那個符號的話就是說 這個是b lattice 這個是a OK 那 那現在這個statement就是說這個 這個0mol OK exist 只有在這個b sublattice OK 它在這個a上面就是 就是等於0 OK 待會兒我們會證明 OK 那 那譬如說 OK 好 譬如說我們取這一點的話 OK OK 你把 你把 我們當然可以把這個 這個harmetone再重新這個 重新這個 再考慮一次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ni是這樣子 對不對 d angle OK 然後你這個 你這個東西作用上去的話 OK 這個h作用在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講過不是把它 移到這個n-0以後 n加1 這樣子 OK 那 那 那譬如說你看這一邊 最後會變成這個 譬如說會變成這個2的 第二個 會跑到2的一定是ni 是從哪裡 ni就是3嘛 然後經過h的作用以後 跑到這個2 OK 或者在1 然後經過h的作用以後 跑到2這樣子 OK 所以它這裡面的 換句話說 這邊的amplitude Persiz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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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amplitude 乘上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t1 t1比較大 這個是-t2 Persize3 -這個 乘以這個-t2 OK 然後加上這個 Persize1 OK 乘上這個 -t1 這個應該是等於這個 energy eigenvalue which is e 乘上這個 乘上這裡的這個side Persize2這樣子 OK 那我們現在這個 energy eigenvalue等於2 0 mode OK 所以這個就變成 唯一的等式 就是說這裡的amplitude OK 乘上這個t2 那我把這個兩個都乘一個 符號這樣子 OK 那由這個你就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 這個amplitude 跟這個兩個符號要相反這樣 第一個 OK 所以這邊原來是我們起正的話 這邊就變成負這樣子 OK 然後這個magnitude wise的話 就是說 數量級來講的話 OK 因為t1比較大 那表示說這個Persize1比較小 Persize3比較大這樣子 OK 所以我把這個畫到上面來 那就得到這一點這樣子 OK 那我上次講過就是說 這個 當你有一條這個art chain的話 OK 它能量比較低的這個狀態 在兩邊都是雙線的 所以這個雙線一直一直延伸到中間這樣 右邊也是一樣子 雙線開始 然後延伸到中間這樣 那當然是中間是有一個 有一個solid桶這樣子 OK 沒有辦法一定要有 OK 好 那你看這個zero mode的話 就是說我剛剛講過就是說 它在這裡的initial value 譬如說我們取這個1的話 那這邊有可能變成負3 我把它弄到上面來變成正3這樣子 然後它一直慢慢上升這樣子 OK 然後一直左右堆成碼 它慢慢又decay這樣子 所以decay到最後變成極小這樣子 OK 這個你用這個continient model的話 你可以證明這個東西是跟那個 這個function OK 可以用這個fit很好 OK Anyway 所以這個是這個zero mode的一個 一個feature 就是說它只是呢 就是說它只有在這個b有分布這樣子 OK 因為現在bsublatus是多少 是有11個裡面有 它有6個 OK 這個asublatus有5個這樣子 OK 所以的話 從概率來講當然是 如果要選 你知道它選的話 它當然有可能要選這個b這樣子 不過這個當然不是嚴格的證明 待會我們馬上會 所以後來N個證明就是說 為什麼它這個 第一個 為什麼這個 這個zero mode的人 會只有在一個sublatus上面有 OK 第二個 它為什麼要選這個b sublatus OK 這兩個事情 OK 都可以來證明這樣 OK 那這個 你當然也 這個 因為這個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簡單的 這個對假化的問題 所以這個當然明顯了不起 但是 反正我們就是 可以把這個index theorem apply到這個例子 然後看一看 這個 它是怎麼樣應做這樣子 OK 那邊 OK 所以人大概有一部分還沒來 不過沒關係 那個有人問就是那個presentation 這個什麼事情怎麼辦 我開始的時候是 學習開始的時候 我是講那個presentation是成績一部分 不過後來因為找不到時間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 一般來講 這個各位的這個presentation skill 還不錯 所以我想我們就不必再特別去做這個事情 OK 那你如果要做presentation的話也可以 那我去採取這樣的方法就是說 像我教普通語就是這樣 就是說 有些學生會問就是說 你是不是我們可以做個什麼project 然後給他這個額外分數這樣子 OK 那我就採取這種態度 就是說你要做presentation也可以 OK 然後我就試情況給你加幾分這樣子 一般的話是 我給這個大學生這個extra這個credit 就是譬如說這個小於10分 那你做得好的話 譬如說5分6分等等這樣子 那做不好就1分多有等等 不過因為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我就是這樣處理 就是說這個 當然還是歡迎你上來這個做一些presentation OK還是歡迎的 也許是最後一堂課還有一些時間這樣子 OK 今天是哪一位不是哪一位要做嗎 OK 我留個30分鐘給你這樣 你也要今天做嗎 還怎麼樣 你要怎麼樣 你想今天做還是下一次做還是怎麼樣 今天啊 你要今天做是嗎 OK 那我就 OK 好 那我們看 anyway 那個 所以我是就是跟各位講這個處理 那那個學習成績的話 我想就是除了這個extra query 以外 就是基本上就是那個 你們那個作業的成績跟那個final加起來這樣 OK 反正你分數覺得問題的話可以再找我了 那我想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OK OK 那 好 那這個 那index theorem的話 是這樣子 在這個case就是說 我們考慮現在考慮兩個 非常general一個map OK M是一個mapping 一個linearmapping 它從這個vector spaceu到v這樣子 OK 然後這個 它的conjugate是從v OK 那這個conjugate的話 照定義嘛 就是說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現在有兩個vector OK OK 我們一般的量子力學的這個 照一般量子力學的定義或者 linearmapping的定義就是這個conjugate的定義就是這樣子 OK 但是你有時候要比較小心一點的話 就是說這個inner product可能事實上是在這個v這個空間 OK 那這個事實上是 所以這兩個其實可以是不同的空間 一般的話我們都是在同一個空間 所以這個inner product就是沒有去特別的注意這樣 但是呢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這個跟這個事實上是可以是不一樣的 OK 而且這樣事實上是 我們等待會發現就是說 這個跟這個dimension是剛好差一個 在這個case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是很generous 就是說 一個linearoperator跟它的conjugate的關係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現在考慮一個 考慮一個vector space 是這兩個的這個direct sum這樣子 OK 然後呢 然後考慮一個operator 它這個operator是 就是我們現在把這個兩個空間加起來這樣子 就像那個a sublattice跟b sublattice OK 然後這個q呢 是一個operator 它是m dagger OK 0 0 OK 所以這個是m這樣子 OK OK 那 OK 這個是定義 那 OK 那我先把這個linear algebra 這邊先講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東西 拉到應用到那個case OK 好 那這個q平方的話 我們 就是很奇怪 就是在這一套這個技巧裡面 我們本來是要解這個 原來解這個 譬如說這個homitonic 解這個基準問題 OK 但是呢 tanzile就是說 你事實上去要解q平方好 恍而 恍而簡單這樣子 而且q平方解出來的這個eigen spectrum 跟這個 很多這個 很多有overlapse的地方這樣 OK Anyway你把這個東西 乘下來的話 那就是這個 乘一次嘛 那就變成m dagger m這樣子 OK 變成diagonal這樣子 OK 那譬如說這個 這個是什麼appulator呢 這個是m m是這樣 然後再回來這樣子 OK 就是去是這個m 然後回來是m dagger OK 所以事實上這個appulator 這個m dagger m這個是appulator 這個是 這個是u上面的appulator OK 那倒過來這個是 這個其實是act on這個v這樣子 OK 就是說u到u這樣子 這個是v到v這樣子 OK 譬如說我們把它想像這個u比較大的話 OK 那這個appulator應該是一個 一個 一個比較大 譬如說是這個夾子是100 Dimension 100 這個是90的話 那這個應該是100乘100 這個應該是90乘90 所以這兩個appulator不一樣 OK 你把這個取 你把這個取這個degger的話 跟這個不一樣這樣子 OK OK 那現在這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花生哥說 這兩個appulator 就是這兩個appulator 既然是 它那個 eigenvalue是一樣的 只要不是0的話 它是一樣的 OK 那這個證明也是非常有趣的 非常簡單 有時候簡單的人 你就是搞不懂為什麼要這麼簡單 OK 譬如說我們現在假設這個mdegger m是 是作用在u上面 OK 所以譬如說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eigenvector 它的值是這個eigenvection 是 lambda的話 OK OK 那我在前面 我現在把這個 換成字的整個方式乘m這樣子 OK 所以這邊變成m 這邊變成m這樣子 OK 那這個lambda當然可以提到前面這樣子 OK 那你現在我把這個group在一起 OK 把它弄在一起 然後剩下你看看 這個是m乘上u 這個也是m乘上u這樣子 所以反正就是說 現在變成一個eigenvection 就是說這樣子 這個 把這個順序 就是把這個 這兩個弄成一起 看成一起的話 那這變成另外一個eigenvection 這樣子 證明這個東西呢 變成那個mdegger的一個eigenstate with the same eigenvarious OK 這怎麼沒有這麼簡單 OK Wise versa啦 OK就是說 所以任意它的eigenstate with eigenvarious lambda的話 那你馬上可以產生這個 另外一個operator的這個 另外一個eigenstate with the same eigenvarious 這樣子 OK 那這個lambda不等於0 這樣子 OK 好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我想有意思的 OK 那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我們現在處理這個 這個0 mode OK 好 譬如說這個m 這個mdeggerm OK 剩下u等於0 這樣 OK 那我們 我現在要證明就是說 這個東西呢 mu就是 就是說本來這個是 我們把它看成是mdeggerm的一個 一個eigenstate 就是0 eigenvarious OK 你要乘以u當然也可以 OK 那我現在要證明就是 這個這樣子的一個eigenstate 事實上是m它的 它的0這個0 mode OK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給這個條件的話 我現在還 有時候這樣寫比較好 這個 用這個cut OK 譬如說我現在把這個東西呢 左邊乘以這個u的這個adion OK 就是把這個方式左邊乘一個東西嘛 因為這個本來右邊本來是等於0 所以乘那個東西也是等於0 OK 好 那這個你看看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是這個東西乘上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向量的inner product 那一個向量等於product inner product等於0的話 表示說這個向量本身是等於0 所以沒有確實沒有錯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東西的0 mode 事實上就是m的它的0 mode這樣子 它倒過來的話更簡單 假設這個東西是它的0 mode 那你再加一個m deg的話也是一樣的 OK 所以這個很妙 就是說 你從這個0 mode的觀點來看的話 m跟這個m deg m是一樣的 OK 那同樣的就是說 你要看這個東西的0 mode 那它跟這個 它跟這個東西的0 mode也是一樣的 OK 為什麼我們要特別討論0 mode 因為tends out這個0 mode 是跟topology有關的 OK 這個就漂亮就漂亮在這裡 就是說其他一些不等於領的這個東西 要看你這個行為重點多複雜 這個不一定 但是這個0 mode的上方就很特別 就是它跟topology的關係 OK more precisely 是就是說事實上是 more precisely 應該是這個m跟這個m star 兩個這個operator 這個0 mode的這個number的difference 這樣子 OK anyway OK 所以好了 所以我們就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 這麼簡單的論證就曉得 就是說 這個兩個operator 這個m deg m跟這個m deg 兩個的0 mode OK 跟這個m本身呢 或者跟這個m deg兩個 這個基本上是一樣的 OK OK 那我們先來看看dimension dimension的話 我剛剛講過就是說 這個dimension是 就是說這個矩陣 你把這個東西看成一個矩陣的話 它就 它的dimension就是u 但是這個operator 比如說不是什麼singular的話 就是這個 不是singular的話 那這個dimension就是 你把它想像計真的話 比如說這個udimension是100的話 它就是100x100這樣子 這個是 這個v比較小的話 那就是譬如說90x90 OK 那OK 所以這個 然後我們剛剛有講過 就是說這個 這個不等於0的這個eigen value 都是一樣子的 OK 所以可能的差別就差在哪裡 OK 譬如說這個是100x100的話 那一般來講 就是我們expect 就是100個 100個的eigen value 對不對 這個譬如說90個這樣子 那差別的話就差幾個 就差10個這樣子 OK 差10個的話 OK 那這裡 我們這裡 我們又已經證明就是說 這個 那個eigen value不等於0的部分 是兩個都是一樣子的 OK 所以這個差10個的話是怎麼樣 一定是eigen value能夠0的 所以這一比較的話 就把那個 0m的數目就跑出來 B出來 就說一定要差10個這樣子 那實際上我們待會要apply的 這個 這個是這樣子 這個跟這個dimension剛好差1 這樣子 就是這個 這是兩個sublattice OK 現在可以了 現在我們可以做這個connection 就是可以apply到這個case 就是說u的話呢 這個是b sublattice 這裡的話就是6個嘛 就是6個time 對不對 然後b的話就是a sublattice 所以這個有6個side OK 6個side 然後這個有5個side OK 所以這個句證的話 這個 這個句證就是6乘6 所以這個是5乘5 OK 剛好差dimension差1 OK 那這個差的exactly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zero mode 只要是只有一個zero mode的話 當然也 當然也可能就是說 也可能 當然也可能兩個 譬如說兩個比較一個這樣 不過不管怎麼樣呢 就是說這個 這一套論證就是可以讓你證明 就是說這個b 對就是說b sublattice上面的這個zero mode 跟這個a 這個b上面的0 mode 要比這個a上面的0 mode 要多一個這樣子 OK 然後我們這邊也證明 就是說這個 這個zero mode 是這個m 是m的0 mode 也是m solid的0 mode OK 那m的話 這邊的話 OK 所以m是怎麼樣 m是從這個b sublattice OK 到a sublattice OK 所以的話 那個m事實上就是從這個b sublattice跳到 OK 跳到這個a sublattice OK 就是從6個side跳到中間的5個side這樣子 OK 那個m star的話 剛好倒過來 是從5個side跳到這個6個side這樣子 OK OK 那m的這個m的這個0 mode 表示什麼 表示說這個 像我畫的這個 我畫的這個 這個就可以看成這個 看成這個m的0 mode 對不對 因為我們剛剛談過就是說 這裡的 這裡的amplitude OK 乘上這個負T1 加上這裡的amplitude乘上負T2 呢 是等於0 OK 所以這個的話 就是m的這個0 mode OK 我舉了這個例子 OK 這個就是這個m上面的0 mode OK 那當然也是m 第一個乘上m的這個0 mode OK OK 這個你當然也可以坐下來仔細去玩一玩 反正我意思就是說 基本上這個就很簡單的這個線性代式 OK 跟這個 跟這個harmetronium這個detail 其實是沒什麼大關係的 OK 我這個 這裡的argument是很general 所以我這個不一定是T1T2這樣子 我也可以 你也可以隨便弄這個T1T3等等隨便變化 OK 主要這個harmetronium形式是Hopping 這個叫off-diagon-Hopping這樣子 OK 那我們現在想的這東西都應該成立這樣子 OK 好 那 然後 其實還沒有完全弄完 那個index theorem還沒有完全講完 index theorem 然後再下一步的話 OK 好 那 所以construct這個Q2呢 除了可以 可以討論就是這個東西的dimension 這個operator跟這個operator的這個差別以外呢 OK 我們 我們其實還沒有真正touch到這個 這個index theorem index theorem是這樣子的 OK 我把這個擦掉 index theorem的一個最簡單的形式是這樣 就是說 我現在再介紹一個operator 這個是w到w OK 這個是 他們把它畫成這個矩正原式呢 是1001這樣子 換句話說 在這個b sublattice上面的話 這是1 這是1 OK 然後在這個b a sublattice上面的話 是-1 這樣子 OK 這個叫gamma5 這個在槓的目裡叫做 Kyro這個operator這樣子 OK gamma5 OK 好的 那現在這個index theorem來了 但是這樣子 OK 我考慮這個trace of這個gamma5 跟這個exponition -tq2這樣子 OK 這個我們現在把這個想成矩正嘛 矩正的話 trace你一起來了嗎 就是那個對角元素加起來 這個叫trace OK 所以我們現在考慮這個東西 這個數 這是一個數 這是兩個矩正這樣子 OK 矩正你其他的trace OK 就是對角元素加起來這樣子 OK OK 那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很有意思 這個東西非常有意思 因為 因為這個可以寫成 OK 這個trace of這個gamma5 然後這個exponition -tq2 OK 我把它分成 把它分解成這個trace 就是說一個 譬如說一個11乘11的這個大極正嘛 我把它分成這個6乘6跟5乘5這樣子 兩部分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trace過 第一個我們trace過這個u這樣子 然後剪掉這個trace over v with a negative sign 因為這個東西是diagonal operator OK 所以這個6乘6的部分是在這裡 5乘5的部分是在這裡這樣子 OK 那你這個東西乘上這個gamma5它只是把這個東西乘1 這個利用成負1這樣子 然後起對角線顏色的話 我可以單獨做 因為這個off檔案等於0 所以我就起這邊的對角線顏色 這個trace 減掉這個trace OK 所以變成這樣子 OK 好 那現在最有意思的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假設這個東西已經對角化了 起trace是一個invariant operation 就是不管你這個基準有沒有對角化都是一樣的 那假設這個東西對角化以後 那就變成 eigenvalue 就是lambda OK lambda i這樣子嘛 所以這個就變成這個 就變成這個summation of 這個exponation minuslambda t square OK 減掉這個lambda i好了 OK lambda prime i t square 這樣子 OK OK 那這個我們把這個 這個harmine instrument 假設把這個對角化以後 這個 eigenvalue是lambda i的話 OK 那就加起來了 這個trace就是 就是這些東西 你把這個 eigenvalue lambda i乘上 嗯 對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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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 這個 T, OK, Q 平方, yeah,沒有關係啦, OK 那我現在這個,好, OK 所以這個東西的 eigenvalue 我就把它稱作 lam 打 i 這樣, OK 這個 T, T 沒好, T 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這邊,那這個 eigenvalue lambda i' 是這個 這個 m, m, t 的這個,這個 eigenvalue 怎樣, OK 那不管怎麼樣,我們剛剛已經證明這個時候 這個 lambda 要是不等於0的話 那這個是成對的,都是一樣子的, OK 成對的話,點起來就是等於0, OK 所以唯一的能夠這個點起來不等於0 就是說這個 0 eigenvalue 這樣子 那 lambda,比如說 lambda i 等於0的話 這個東西當然是等於1, 1, OK 所以你就看看這邊有多少個 0 mode 這個,反正,這個加起來就是 0 mode 的數目 就是,就是這個 n 我把它稱作小 n 這個 plus 減掉這個 n minus, OK 所以換句話說,這兩個相減呢 因為這個有一些抵消 就是說 lambda i 不等於0的話 會跟這個抵消掉 唯一不等於抵消掉的就是說 這個 lambda i 是等於0 lambda i' 是等於0 這個等於0的話,這個就是1 所以看看你有幾個這個 0 mode 有幾個 0 eigenstate 我們把它稱作這個 n plus的話, OK 那這個東西就是等於 n plus 減掉 n minus, OK 所以現在就是有一個大定理的 就是說這個 trace呢 原來這個東西的這個 trace呢 tends out就是說,用這個東西 你要是有辦法算的話呢 你就算出來就是那個兩個東西的 0 mode OK m 的 0 mode 跟 m 的 0 mode 的差別 數目的差別這樣子, OK 但同時呢 同時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另外一個方法來處理這個東西 譬如說我現在把這個東西對t展開這樣,對不對 展開成極是這樣子 第一項都是等於1, OK 1的話跟這個γ5的 就是起 trace的話就是γ5的 trace γ5的 trace等於0的, OK 所以第一項就是沒有什麼東西啦, OK 然後我們再看第一,展開是這個第二項 第二項就是這個東西本身, OK 所以第二項這個 第二項的話是寫出來是這樣子 是等於這個trace 1-tmdegm 然後加上高階的 然後減掉trace 在這個v space上面這樣子 OK,那這個是一樣子 mdegm 我們展開到第一項的話就是 就是-t乘算是q2 q2就是mdegm 我們把它再分解成這個 a-sublatice跟b-sublatice的話 一個是mdegm 一個是mmdegm 一個是mmdegm這樣子 兩個剛好差一個複好相同 因為這γ5是正跟負的, OK 所以就變成 我們現在這個 把它展開到就變成這樣子, OK OK 好,那這個第一項的話是怎麼樣呢? 第一項的話是一個1 identity matrix 它的trace等於多少? 就是看你這個dimension 我現在有一個句子 譬如說5乘5 那只有1,1,1的加起來是5 所以這個trace of這個identity就是cant 它就是基本上是算這個dimension, OK 所以這個就是說 這個就是dimension of這個mdegm 所以第一部分就是說 第一項就是dimensionof這個u 減掉dimensionofv這樣子 用我們這個例子的話 就是說6-5 所以第一項就跑出來 就是第一項 只要是我們可以證明 後面都是等於0的話 第一項就是跟剛剛那個argument 不是argument 就是說這個就是等於這個 所以這個就證明了 就是說這個b-sublatice跟a-sublatice 就是6-5嘛 就是我剛剛講 就是因為這個dimension差別就是這個 這個減掉這個dimension差別就是6-5這樣子 OK 那當然我們還要證明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第二項的話是等於0這樣子 OK 那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證明很漂亮 這個是一般的這個trace 就是你隨便給我兩個這個operator的話 這個trace 你可以容易證明這個trace 跟這個順序沒有關係的 OK 所以這個trace of m-degg 乘在m-s跟這個trace of m-degg 是一樣的 所以這你可以證明就是後面兩項以後 都是全部都底下了 OK 就這樣子 OK 所以你當然可以把它想成這個是一個trick 就是Linear algebra一個trick OK 但是問題就是說你把這個東西再refine 然後再這個晃進多一些東西以後 就變成非常powerful 這個微分頭部上面一些定義這樣子 OK 我們還要再看一個graphine那個例子 OK OK 那這個哪個東西跟那 part 有關係嗎 對啊 現在就是說 對啊 現在就是說這個 就是說這個 因為我們這個trace r的 OK 那r的就是說 就是我剛剛講過就是r的話 各式各樣的證明就是跟你講 就是r的話 它就是跟even chain就是不太一樣 OK 我大概沒有講這個even chain 但是你也可以考慮 譬如說十個carbon這樣子 你可以跟這個十一個比較這樣子 OK 那所有這個你就可以了解 譬如說十個side的話 那也沒有這個gap state 什麼都沒有 OK 所以這個 這一些0 mode 或者說這個solitone的產生 完全是因為它這個多了一個就是比 就是其次的原因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次跟我是就是不一樣這樣子 這個差別是topological 就是因為多了一個solitone這樣子 你要討論even chain也可以 譬如說你現在有1000個的話也可以 但是你那個情況的話你要create 吉他的話是沒有solitone 那你當然也可以激化 再考慮激化他 激化他就可以create一個solitone 一個anti-solitone這樣 OK 這裡的話不管你 這裡的話是intrinsic 就是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它總是有一個solitone在那裡 OK 所以這個 這個從數學上來講 這個就是topological OK 它跑不掉的 OK 在世界的例子就是說 它這個東西會這樣子 它在宿溫的話 譬如說它會跑來跑去這樣 碰到旁邊 碰到這個邊界以後 它又彈回去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做那個 我講過你可以做那個 Electron spin readiness 可以去detect它這個velocity等等這樣 OK 好吧 那Polyacillin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要 move on to這個graphine 好 可以 好的 不用了 可以 好 呀 幫 切開 快 也 OK Graphin的話我想大家都曉得 就是它這個基本上是這個二維的這個 也是全部是碳的這個結構 然後這個軌道也是 碳這個有一個平面 然後上面也是有一個PG軌道這樣子 所以你一個電子畫在這裡的話 它可以跳來跳去這樣子 再講一句 OK 所以這個都是碳原子化 那個 那這個Graphin的話 因為是二維 所以Tensor它沒有這個Pyrus Disclosion OK 但是沒有關係 就是即使在這個這種均勻的這個集合裡面 就是有發生不少這個Topological這個東西 OK 所以我們就考慮這個平常這種幾何 OK 那這個東西一般來講 我們看到這個好像這個東西有這個六邊形會稱 對不對 因為它這個每一個基本的結果是一個六邊形 但其實是不是的 OK 因為那個 就是看你怎麼想 你從這個 你這樣子用這個單位元包的東西來想的話 那你就發現就是這個單位跟這個單位 OK 它 當然有這個translation invariance 就是說譬如說這個 這個跟這個 Obviously 這個有translation invariance 就是這個我把整個晶體 OK 往這個方向移動這個距離的話 那這個就是又回到本身嘛 這個圖像是一樣的 同樣的 我把所有的晶格點 都往這個方向移動這麼距離的話 那還是回到原點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就是說它這個translation 這個basis vector是從這裡到這裡 或者從這裡到這裡這樣 OK 那這個跟這個就不等價 OK 換句話說這種系統就是很像這樣子 就是我把個比例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現在有一個簡化一點 就是有一個數邊形這種這個inient cell OK 假如這個每一個頂點有一個原子的話 那這個當然是最簡單的 每一個都等價嘛 對不對 這個跟這個之間的關係 可以用這個平移的這個向量來表示這樣子 OK 但是我現在假使譬如說 這邊放了一點這樣子 OK 這樣子怎麼樣 這樣子 那這些點還是有這個對稱線嘛 你從這個點走到這裡 還是一樣用這個原來這個平移的這個basis vector 這樣子 但是這個跟這個就不等價了 OK 所以這個也是類似的 就是說就是說我們這個 所以我們就是說要描述這個東西 還是把樣子跟那個polyacetylene很像 就是我們可以把這個分成 譬如說這個這個叫A sub-lattice 這個叫B sub-lattice 所有A sub-lattice之間的這個sides 都是可以用經過這個translation 這個invariance 來譬如說classify這個 它的這個eigen state OK inverse 就是看看 譬如說我現在考慮這個way function 我就可以考慮在這個A side上面的way function the component 然後B的我另外考慮這樣子 OK 那待會我們要把那個harmitonic 也是寫成2乘2 就是從一個A變到B B變到A之間的這個這個 這個2乘2的這個句子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就會也是一樣 會引起這個kyl kyl這個 這個也會可以introduce這個kyl operator 這樣子 OK 那我們也會看到就是說 它也是存在一些zero mode OK 只有在它的zero mode也是很特別 就是說一個是存在A sub-lattice上面 或者在B sub-lattice上面這樣 OK 這個tensile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跟那個高能物理裡面一個非常大的定理 OK 是息息相關的 那個叫做這個kyl anomaly 這是很technical的東西 anormally OK 但是呢 就是說in essence 跟這個東西是非常有關係的 OK 就是說這個 這裡面的zero mode OK 那我們講projective的話 我們講zero mode 是因為那個topological 就是因為多一個多一個 多一個side這樣子 在這裡的話 你沒有辦法了 這個graphine做出來就做出來 你沒有辦法多加一個 或少一個這樣子 但是呢 這裡的話 你可以加一個磁場這樣子 OK 那我們待會兒會證明 就是說 你加一個磁場的話呢 它就產生這些zero mode 這些zero mode either在A上面或者B上面這樣子 OK 看你加磁場 你加磁場譬如說這個方向的話 它可能就住在A上面這樣子 你如果加的方向是那個的話 它可能就住在B上面這樣子 OK 但是A的mode 這個A上面的mode 0mode 跟B上面的0mode 這個差別 tends out就跟這個totalmagnetic flux 是成比例的 OK 這個就是index theorem 這個在這個graphine上面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consequence就是這樣 OK 這個實驗上 當然很容易做 你就加一個磁場譬如說 然後你就可以去看看 那個zero energy 那邊是一大堆state這樣 OK 所以這個實驗來講 當然是很容易印證 OK 那 這個我們當然也可以從頭開始 把那個harmetorin寫 基本的harmetorin是很簡單的 就是說 就是說你 放一個電子在這裡 它可以hub到B-side B-side也可以hub到A-side 這樣 它的hubing都是完全一樣 OK 所以 我不寫下來 你也可以了解這樣子 但是要derive這個2乘2這個harmetorin 就稍微畫一幻這個功夫 因為這個momentum vector是二維的 所以這個 我現在暫時skip這個好了 OK 我就把這個2乘2這個基準寫下來 然後再討論這樣子 OK 所以 OK Specifically 就是說 我假設取這個方向是當作x方向 這個是y方向 因為我是原來是這樣寫 所以沒什麼特別 所以就是說 那 我可以把那個原來那個harmetorin寫成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skate但是不要管 基本上是這樣子 就是說是這個 其實應該 再這樣子好了 這個 這個以前應該就是說可以證明 就是說 我們假使這個 考慮這個state OK 它的二維的momentum是這個k的話 OK 那這個harmetorin在這個 polyacetorin 譬如說我們在考慮那個polyacetorin 前面我們不是考慮也是這個k momentum的 eigenstate 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它變成這個二乘的基準 這樣子 同樣的 在這個二維這個系統 這個 我現在把這個畫出來 我取這個當作u 這個vector當作u 這個vector當作v的話 translational vector當作v的話 OK 那這個harmetorin 在這個 在這個 兩個這個momentum是k的這個state上面 他可以寫成 2乘2的基準是這樣子 這個是0 這個是emission conjugate 這邊的話是 這個 負t然後乘上e 加上exponential ik.u OK 然後加上 exponential ik.v 這樣子 OK 然後這個是他的emission conjugate 這樣子 OK 這個就很像那個 我們前面討論那個polyacetylene是t1 t2 然後乘上exponential ik 那個東西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是 直接了當啦 但是就是說這個東西 一定要做二維這個translation 所以稍微複雜一點點 但是anyway 弄到最後就是這樣子 OK 這2乘2的基準 表示說是這個ab ab跟ba之間的 就是說 從a OK 這個component 跑到b這個component OK 中間的這個系是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看起來好像有點 有點這個ad hoc 就是有點這個虛偽 但是呢 你這樣寫成 稍微我們看這個 這個寫成這樣子的話 那變成一種spin了 就是好像一個物理 變成某一種這個spin這樣 OK spin up跟spin down 就是說 a sublatice跟b sublatice之間的 這個implicular 居然可以看成一種spin 這個叫sero spin OK tends out這個不僅僅是這個數學的語言 它有很多這個物理的含義這樣子 有很多物理的這個consequences OK OK 所以你走到這一步以後呢 你就可以看看這一些基準顏色 就是說in particular 你可以diagnate這個嘛 然後可以找就是譬如說 e sub k 就是這個dispersion 就是能量跟這個k的關係這樣子 OK 然後呢 你就可以畫那個能概圖嘛 OK 那能概圖畫出來的話就是這個 各位是不是都有看過 就是這個graphine 這個能概圖 能概圖的話就是 所謂這個brenuazon 用這個 在這個brenuazon裡面的這個部分呢 所以我們看就是 k 這邊有特別的這個極點 就是這個 這個叫k跟kipran這樣子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這個能量在哪裡 這個有 就是說在這個這個是二維的這個kx ky這樣子 在momentum space上面嘛 然後我們可以看看這個能量在哪裡 OK in particular 就是說這個 你可以看 Fermi ending在哪裡這樣子 然後你畫圖出來的話 你看人家那個畫那個立體圖的話 就發現就是說 在這在某一點 這n這個方向的話 OK 那個 剛好是這個 剛好是兩個n錐這樣子 這個叫diracone 就是說能量是好像是線性的 OK 這個是二維的這樣旋轉 diracone這樣 Frami energy剛好在這裡這樣 OK 換句話說呢 你只要在錐點附近 OK 然後看看這個能量 OK 在這個k點附近 你在這個k點附近改變這個momentum OK 然後你看看那個能量 OK 他跟這個動量的關係是linear OK 所以你相對於這一點 相對於這一點 OK 你去定義這個momentum 我們把它叫作px py的話 就從這裡走 OK 到另一點 到旁邊的另一點 這個momentum 假設我們把它寫成px py的話 momentum當然是跟這個k乘比例 所以我現在用符號改變成這個 換成這個px跟p1的話 OK 那你就可以很簡單證明就是這個東西的這個 energy spectrum 你把它 你把這個在附近的話展開到第一階 OK 你就發現就是說這個形式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矩陣 這個矩陣呢 你把它線性化在這一點附近呢 Frami energy附近呢 你把它線性化就變成這樣子 OK 這個就很漂亮 這個就是 就是可以用這個 Dirac matrix 這就是Poly matrix OK 對不對 這個就是px py這些東西嘛 Py px就是這個 跟這個東西就很像了 就是說 OK 就是說你給我這個momentum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找出這個 這個兩個之間的分量 這個spin應該是up或者down 或者somewhere between OK 他才可以minimize這個energy這樣 OK 換句話說呢 這個 這個Dirac matrix是這樣子的對不對 它是那個旋轉 OK 那你這個是k px跟py這樣子 OK 所以你給定了任何一個 一個momentum的話 OK 那你就可以去看看 就是說 看看 第一個這個能量在哪裡 OK 然後呢 第二個你可以看看就是說 你這個 這個 這個給定的話 這個給定這個px跟py的話 這個東西變成樹木柱嘛 這個變成是一個2乘2矩陣 你就可以把它對角化 找出來那個 就是那個 這個seudo-spin的方向應該指向哪裡 這樣子 OK 那你看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曉得 就這是應該什麼 Either是跟那個p平行 或者interparall OK 所以就是表示這個seudo-spin呢 Either是跟這個p平行 或者反平行這樣子 OK 這個用高人物理理論來看的話 就是說這個是kilarity 就是說你這個spin的enguin momentum 跟這個momentum是平行的話 這個就是走旋右旋這樣子 OK 所以就是說 在這裡引爆這個physics 就是高人物理 就為什麼很多高人物理人對這個有興趣就是這樣子 OK OK 所以然後我們在下一步就是要解這個 要解這個harmintonic 我們已經花了好多好多時間去 去談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用的是那個 這個有一點semi-classical的辦法 OK 其實我們可以硬解這個 其實可以我們把這個這個model可以exactly解 我稍微 待會稍微align align一下這樣子 OK 那你硬解 N個解以後呢 你當然也可以跑回去看看 以前我們討論那些東西到底是 到底在搞什麼東西這樣子 我還沒有完全那麼做 所以我待會兒我只是下個步驟的話 下個步驟的話 我就是跟你講怎麼去解這個東西這樣子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這個eigenValue eigenState incruving這個zero mode OK 然後的話我們可以在 他用這個寫一下那個 index theorem的prediction 或者是他的形式這樣子 OK 然後跟這個直接比較 直接解這個來比較看看 OK 所以這個就是把這個東西搞通了 我覺得這個也滿有意思的 OK 我們現在下課休息五分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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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